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7月22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财经内容 今天这期节目呢 首先呢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劲爆的话题啊 就是前中国的首富肖建华啊 和前首富马云之间存在的秘密的商业联系 这个消息呢是被纽约时报啊 接连挖掘出来了 就是在本周啊发了几篇报道 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呢都是中国的前首富 而且呢肖建华是著名的白手套 马云呢也是 那么他们之间存在着这种秘密的商业联系 是否有涉及到为中共的权贵 以及为顶层的红色家族洗钱的一个嫌疑呢 所以这篇报道也是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我们看一下啊 美国的纽约时报呢 本周一年发了两篇报道 起底已经入狱的中国商人肖建华 和科技巨头马云之间存在的秘密商业联系 根据报道披露了 作为中共权贵高层的白手套啊 肖建华他曾经是为习近平的姐姐操作资产转移的项目 可以说是习家的大管家啊 那么美国纽约时报本周一的报道就显示了 与中国政治高层亲属关系密切的商人肖建华 长期也在秘密投资科技巨头马云旗下的公司 一个白手套投资另外一个白手套 中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纽约时报呢 与年限中国调查就发现了 通过空壳公司和代理人的网络 肖建华他的明天集团呢 在五年中秘密是获得了马云旗下多家公司的丰厚的股份 且从未对外披露有关的信息 所以这个东西就赖人寻味了 为什么肖建华的明天集啊 持股马云旗下多家公司那么多的股份 为什么没有披露了公众都不知情 他们在隐瞒到底是忌惮什么 报道就指出了这是肖建华的惯用手法 他的专长呢 是为中国的太子党充当白手套 帮助有支配权的中共官员 及其亲属将财产转移到海外和进行资产交易 而且肖建华呢还为习近平的姐姐啊 亲手操作了资产转移 可以说他的明天系啊能做这么大 和他与习近平的特殊关系啊 是密不可分的 2014年呢肖建华的发言人呢 曾经向纽约时报就证实 说习近平的姐姐和他的姐夫啊 确定了出售持有的一家北京投资公司的 50%的股份 而接盘呢 正是肖建华的明天系的公司 可以说他姐姐姐夫要套现了 然后肖建华来接盘 这基本上就是利益输送啊 资本输送 那么在公众视野中呢 已经消失了很久的马云呢 目前呢可以说他也不在任何由他创立的公司中 担任正式的职务 纽约时报获得证据啊 并没有直接显示 马云知情肖建华的投资情况 但是我们要知道啊 这一系列操作是在2014年之前完成的 那个时候整个阿里系全部都是马云控制的 你要说马云不知道肖建华投资 阿里下面旗下公司的情况 肯定是不可能的 阿里巴巴呢 也否认了马云和肖建华的商业关系 变成了纽约时报的调查 没有任何事实的依据 所以这是官样文章啊 当然私底下呢 马云对于肖建华的投资情况 肯定是一清二楚的 而且二者呢 是有紧密的联系 那么上述调查呢 还显示了肖建华呢 他是马云的证券公司 最大股东的幕后人物 他通过四家迷案公司和著名的隐姓呢 赵薇他的丈夫黄有农代持的第五家公司 肖建华是控制了马云的证券公司 云峰金融大约三分之一的股份 这就使得肖建华网络持股啊 多余于马云 所以这个事情呢 赵薇和他的丈夫也掺和进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 不管是打击肖建华 还是打击马云 还是打击赵薇和他的丈夫黄有农 基本上啊 都是时间差不多啊 那么是不是这些白手套坐大还不够好 让习近平不是很满意了 当然中间呢 具体的类目啊 不得而知 在中国当局的2017年进行的 大刀阔斧的反腐行动中呢 肖建华他是在香港的一家酒店呢 失踪了 随后呢 因为行贿和腐败等罪名呢 被判了13年有期徒刑 报道说呢 他目前仍然在监狱里面服刑 但与马云公司的关系啊 并没有因为他入狱而中断 2020年 当马云寻求电子支付公司 蚂蚁金服集团上市的时候 肖建华的明天系 仍然控制了蚂蚁金服啊 0.1%的股份 那么价值呢 也相当于3亿美元 也是不小的一个数额 那么报道还披露了 肖建华投资背后的原因 可能更多是为中国的太子党 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啊 分一杯根有关 而非任何紧迫的商业需求 2014年 马云成为中国政治精英的赚钱机器 记录显示了 6名现任或前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亲属啊 拥有或者监管的中国公司 投资了马云旗下的企业 所以马云呢 之所以有恃无恐啊 胆子那么大 敢和中共的金融监管层啊 对着干 很大原因是因为他的背后啊 有很多靠山 比如说他的阿里公司 还有蚂蚁集团下面呢 基本上里面都有很多中共的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持股 甚至还有常委级别的人 比如说典型呢 马云和江家的关系就非同一般 所以这也是马云呢 敢于和中共的监管层对着干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当然即便现在马云下台啊 他的影响力大不如情呢 但是习近平呢 也没有把他抓起来 也没有把他彻底搞垮 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呢 也证明 马云当年通过肖建华的明天系 可能已跟习家输送了很多的利益 这也是他得到的一个名词金牌啊 那么说完这个事情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中国刚刚宣布的降息的一个浪潮啊 可以说很多人都在关心 本能降息到底对中国普通人有什么影响 房价股价是不是会涨 月供会不会降低 存款利率是否会降 可以说每一次降息啊 在市场上都会引发巨大的震动 也会影响到所有人财富的分配啊 那么昨天呢 中国的央行啊 首先宣布了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操作利率 由此前的1.8% 调整为1.7% 目前呢 还提到为优化公开市场操作的机制 从即日起 公开市场7天期限的逆回购操作 调整为固定的利率 数量招标 紧接着呢 LPR的一年期和五年期的利率啊 都降了十个基点 那么降息之后啊 一年期的LPR的利率啊 是3.35% 而五年期的LPR的利率呢 是3.85% 所以这一次呢 算是央行标准的一个降息 上一次降息呢 还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啊 之后一直都不敢有大的动作 为什么不敢有大的动作呢 我们从外部环境来看呢 目前中国降息啊 最大的外部障碍仍然是没有解除 包括这次降息幅度只有十个基点 可以说也是相对保守啊 那么中国降息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就是美联储 就是美元的利率啊 没错了 美国虽然时不时放出今年降息的信号 但是一直没有降息的动作 中国呢 是一直担心中美逆差过大 导致放出去的水外流 那么现在中美利率啊 倒挂非常严重 中国的利率啊 从高于美国八十到九十个基点 主要是以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来计算的啊 那么倒挂到现在是低于美国两百个基点 所以中美的逆差是越来越大 因为美国 因为因为二年二年呢 美国经过一轮激烈的加息 加息之后中美的逆差就倒过来了 美元的利率比人民币的利率啊 高两百个基点 所以这就是资本外流的一个核心动力啊 比如说最近呢 资金外流香港非常严重啊 现在是香港人北上消费 内地人呢 是拦下开户 去银行开个户啊 都要排两个小时的队 现在香港就有很多利率很高的美元存款的产品 最高的年化收益率啊 居然到了13% 那么买香港保险的内地人呢 也很多 一季度的内地人呢 赴港投保 创五年来的新高 同比啊 上升了62.6% 还有很多做外贸的 把商品卖出去之后呢 手里是拿着美元了 不想换回人民币 这就使得呀中国政府放水 低息给企业搞生产 企业把产品卖出去之后啊 但是没有把钱留回来 钱没有在国内流动起来 经济啊就很难拿动起来 同时呢 这也大大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呢 但是整个逆差形势啊 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就逆转了 美国的降息呢 已经是提上了日程 6月份呢 美国的通胀降温 美联储明确是释放了降息的信号 所以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中国也开始放心的降息了 他再不降息啊 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家庭 政府的债务 可以说都扛不住了 所以这也是目前啊 人民币赶在这个时候 稍微降息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美国降息的预期越来越强 而且很快就有行动了啊 这是降息的外部原因 而从内部看呢 中国也有降息的需求 仅仅上半年呢 中国的经济数据啊 看上去一般 涉宁的数据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所以经济的贡献率啊 是下降 一季度的时候呢 还有3.9个百分点 二季度的时候啊 贡献率就只有2.2%了 下降的速度啊 非常之快 那么说明了整个社会啊 有效需求是不足的 大家现在有钱呢 不消费 或者说没有信心消费 我一直说了 经济和消费的关系啊 主要先看经济好起来 大家有信心 他才能拉动消费 否则的话经济不起来 大家的收入预期都比较低 怎么敢消费 怎么有钱消费了 所以想靠消费拉动经济 想要搞搞文律 提供一些消费场景 促进消费 那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真正要促进消费啊 还是要提高大家的收入 然后呢 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 比如说敢花钱 舍得花钱 特别是解除中国的社会保障的一些漏洞啊 那么现在降息了 房价利率可以说进一步的下调 能带动一些购买力 二来呢 RPR下降 被贷款的人呢 一个月也能少还一些钱 多少是有利于促进消费的 除此之外呢 今年呢 中国的房地产 也仍旧是经济的重要拖累项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啊 同比是下降了10.1% 所以啊 破阙需要降息 扶持楼市 拉动房价 上半年消费增速低于预期 出口了 还算不那么拉垮 下半年呢 经济形势 也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 所以现在要就楼市和拉动经济啊 降息 它也必须要降到位 而降息之后呢 对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啊 是加速货币的贬值 现在进息差这么小 那么存款利率啊 肯定也要跟着进一步调题 大家后面存在银行的钱呢 就更加不值钱了 降息本身就属于货币宽松 货币放水的一种方式 大家存银行接近于零利息 越来越没有存银行的价值 银行摆明了态度啊 不想再给大家利息了 这个趋势也会越来越明显 那么人民币啊 可能就会外流 那么很多市场上的人民币啊 就会兑换成外国的货币外流 比如兑换成美元 兑换成港币 到香港去持利息 所以这就会加速啊 货币的贬值 第二呢 RPR下调 房贷的月供呢 也会进一步下调 可以说这是一次普惠性的降息 所有有房的房贷 即将买房的房贷利率啊 都会下降 所有人都是受益的 但是对于存量房贷的影响 那么对于新买房者来说啊 那利息就更低啊 就从这个角度来说 也算是好事 随着RPR的下降 已经有城市的房贷利率啊 降到了二字头 但是即便如此了 还是没有多少人 免疫去买 也就是说 目前苏州已经取消了 房贷利率的下限 首套房贷利率主流了 还是RPR利率 减85个基点 有部分银行呢 能做到RPR的利率 减90个基点 现在RPR下调10个基点呢 也就意味着苏州房贷的利率 将直接进入二字头 不仅是苏州啊 很多一线城市呢 也马上出现二字头的房贷的利率 上周的广州的手套房贷的利率 已经降低了 现在RPR下调之后啊 广州手套房贷利率 变成了3.1% 据说市场上最低啊 还出现了3% 所以房贷利率即将进入二字头 那么对很多人来说 买房 然后租出去啊 还是有利可图的 当然这个前提条件 就是房子的租售比要超过2% 3% 所以他才可以赚中间的一个利差 当然这样一个租售比啊 和美国是没法比 美国现在南加州的房子啊 基本上租售比啊 至少在5%以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呢 选择到美国买房的主要原因 急变降息啊 让存量房贷的利率不断的下降 让新增房贷啊 利率不断的下降 但是目前呢 中国老百姓买房的意愿呢 还是非常之低啊 那么从一些统计数据就可以看得出来 今年呢 提前还贷潮 可以说一直都没有停过 5月份的房贷数据显示呢 房贷新增量只有514亿元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对比2020年同期的是4662亿元 基本上是三年了 暴跌了89% 虽然6月份呢 新增了3202亿元的新增房贷 相比于今年5月份的514亿元增幅啊 算是非常明显 但是相比于去年的同期啊 居民的中长期贷款却少增加了1428亿元 所以和去年同比来看 今年的新增的房贷啊 都是断崖式的下跌了 可以说是增量决定房子的价格 那么没有新增贷款 中国的楼市价格肯定是上不去 而且会掉的更快 新增房贷呢 是增加房贷减去去掉的一个房贷 新增这么少 很明显呢 大家都在提前还贷 那么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呢 一直是银行的优质资产 对于依赖息差来获取利润的银行来说 提前偿还房贷 无疑会带来显著的一个损失 现在银行的进息差不断的下降 提前还款再继续下去啊 可能会进一步压缩它的利润的空间 而且比提前还贷潮 更可怕的是断供潮 现在打算断供的业主啊 都是银行的大爷啊 以前断供了 银行顺不得第二天呢 就会拉着封条上门 现在一旦要断供 银行都是想办法呀 给你延期还款 还息不还本等等 现在法派物了那么多 可以说真的是很难卖出去 银行呢 他又不想把自己变成房产中介 收那么多房子的手上也没用啊 他要的是现金流 要的是你还款了 所以现在银行还是怕大家断供的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的 2024年1到5月份 全国的法派物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27.76万套 同比增长了86.23% 大量的法派房啊 供应也将进一步给二手房 形成一个巨大的向下的压力 可以说这就容易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 现在中国的还贷潮和断供潮 共同作用之下 要想救楼市啊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可以说只是背水车薪 中国政府可以说 现在把救楼市的所有的大招 全部都出尽了 但是现在还是救不了楼市的话 未来中国的楼市啊 会有一个非常悲观的结局 从目前的还贷潮和断供潮 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不信呢 我们边走边看 连眼的会员群 目前呢 连眼的会员群呢 五个月的时间不到 可以说已经有1800多人 加入了会员群 里面有四个微信的会员群 同时呢 有一个电报会员群 还有一个WhatsApp的会员群 所以大家如果付费 可以加入一个微信群 可以加入一个电报群 可以加入一个WhatsApp群 然后呢 还可以获得一本 连眼编的全球十大财经博主啊 最新文章的一个合集 可以说这本书的价值啊 也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你加入会员 这是免费送的 可以发到你的电子邮箱里面去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 可以加入能演的这些会员群 可以说里面呢 确实是金音云集 信息量非常之大 你加入进来了 可以规避未来很多投资的风险 同时获得财富 保值增值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现在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